嗨 大家好 我是飞飘队 欢迎来到我了频道 那好 我们将主要去讲讲延迟 那再次的进行了延迟 PiNetworker对于延迟这件事情是玩的如何纯清 那这次呢又来了一次延迟 那当然听到这里的话 很多派员呢就认为延迟是件非常非常坏的事情 但是我要说一下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是对于社区而言的话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从项目方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它会让这个用户呢更加多的 拉入到它的版图以内 就是让这些人呢去尽可能多的去拿回来 那这里呢是源于他在昨天的时候发了一个推文 那这个推文主要是说 提交KYC的宽限期的第一个截止日期呢已经延长了 延长是什么时候呢 延长至2020年的11月30日 也就是说又延长了两个月的时间 那这次的延期是为先锋提供了更多的时间来完成KYC 完成主网迁移的宽限日期的最终日期是保值不变的 我们最终日期呢是2024年的12月31日 如果说在2020年12月31日你都还没有进行 你的KYC也没有进行迁移的话 没完成迁移的话 那可能会有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当然他这里说的非常浅显嘛 因为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看他的博客里面怎么讲的 因为博客里面讲的如果说你是暂定的 这个当然你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所以他今天这个推文里面呢 讲的比较多一点 就是说延长两个月 第一个淘汰日期呢 顺延了两个月的时间 那请务必遵循这次的一个截止日期 但欠移派前的六个月滚动窗口期内 开采到派除外 那更多信价我们可以看到博客 那这个信息我们看的比较短 但是他很明确的知道 他这里面就是让我们进行顺延了 我们的原来KYC呢 就是说在9月30日 如果没有完成的话 他第一轮到淘汰 才就会把你给pass掉 你的时间一清零 是吧 9月30日你也没提交过KYC 那好不好意思 你就不能成之为先锋了 以后你就和我们没关系了 你以前挖的币都不会给到你了 那这次呢 他进行了顺延 就是让这些人啊 主要是让这些人回来 我们以致的是 现在KYC的人群数量呢 在线率也不是特别高 然后实际上 项目房可能在这边所统计的数据 比较难堪 为什么比较难堪呢 嘴上一边号称是 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社区 我们加密货币这个项目非常厉害 我们派项目非常厉害 6000多万的一个社区成员 那这是不得了了 在整个加密货币行业里面 没有哪个社区里面的初始用户 就这么快的一个积累量 以及这么大的一个积累量 以及活跃量 而派项目方一直讲的活跃活跃活跃 结果一发现 到KYC的时间 真正能够进入到映射的 真正能够进入到KYC 真正在活跃的那 和他6000万 大相径庭 所以说没办法 我得延迟两个月的时间 来给自己长长脸 是吧 所以派呢 他在延迟方面 他是玩的非常溜的 以前的时候 我们什么原因呢 我们延迟足弯了 什么原因呢 我们蜂蜜色足弯 什么原因呢 我们延迟KYC 什么我们全面的KYC 后面我们再延迟 关于这个KYC的问题 他拿你的非常到位 反复的揉搓 反复的揉搓 就像揉搓你的衣服一样的 你手洗衣服一样的 反复的揉搓 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就说 在项目方玩 推延 延迟 以及不确定呢 玩的如何存清 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诟病 那这次的一个顺眼呢 其实反而对于社区而言呢 是有一定的好处 那好处就是说 如果说你是真的 因为这9月30日 或者9月30日之后 发现了 我搞忘去进行KYC了 那这个时候 你就赶快还有两个月时间 在11月份的时候去做 但是我不知道 他会不会在后续 还会去延长 因为他延长的时间 他最后的截止之间 是2024年的12月31日 所以我们希望呢 他是能够尽可能的 按照他的路线图去走 而并不是说 今天变一个 明天变一个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搞 前期的时候大家很着急 什么很焦灼啊 就说我们这个时间了 真的是非常麻烦 就说医师时间快到了 第二个是KYC没查查 第三个就是说 还没收到这个KYC 申请又没有了 这个时候派的先方案是非常着急 我每天收到大量的私信 很多人跟我说 这怎么办 怎么办 是不是我哪里出现问题 我是不是被淘汰了 很多先方案在问我 我作为一个博主来讲话 我只能了解到信息是和你们是一样的 那这两我和你们是一样交集的 一样的非常焦急 就说如果说没有收到KYC 一边有没有的话 那我是不是被淘汰掉 所以这个时候 人们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而且非常焦灼的 但是呢 那个时候项目方 从来就没告诉你 我这个东西下一步该怎么做 是吧 那当大家把这个感觉给体验完的时候 它来了一个两个月的延迟 是不是 所以说在人性这一块把控的非常到位 尼古拉斯博士和范城廖博士 不愧是玩社会心理学的 社会学把它把控的非常到位 就像先让你们着急 着急 然后让你们怕 让你们后悔 为什么没有赶快去做到KYC 没有赶快的让自己过 然后也让你们造成一种紧张感 紧迫感 我这个前面 虽然我一直在骂 一直骂项目方 一直在觉得项目方拖延了 但真正意义的想把我给砍出去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有点怕了 有点想要去和项目方臣服了 突然今天给你宣布延长两个月 你是不是有这种大色的感觉 感觉出来如是重负了 还得项目方感恩戴德跪下来磕头 所以这里面我认为项目方这点 玩的是比较溜的 当然有人就说 我说的是不是太过于夸张了 这里面其实很典型的 就是说先给你一棒子 打完你之后再来给你一个糖吃 而打你的棒子的时候 头已经给打得头破血流 但后面给你一个糖吃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像项目方对我好 是吧 这里面他就想把这些社区里面 人家更加强的一个笼络在一起 当然这个是我比较偏见的看法 我不希望项目方有着这样的心理 但是从以往的一个过程来看的话 项目方很惯用这一招 是吧 非常惯用这一招 先延迟 然后给你惊喜 给你完惊喜之后 再给你一个当头一棒 反正反复的揉你 我就讲了说 给手搓衣服是一样的 反复的揉搓把社区里面的这些人 揉搓的服服帖帖的 对他俯首称臣 因为在早期的时候 项目方早就讲过一句话 他要对社区里面的人进行教育 是吧 早就跟你讲了 我要教育你们的 虽然说他说话没有像我说这么难听 说的是非常好吗 我是为了你们好 为了你们去更加好的去理解什么东西 更加多的去学习什么东西 那么不要去在乎外界因素 什么内部因素 什么内部建设 外部建设 其实这些东西 说的那么多名词是什么 说白了就是揉捏你 揉搓你 反复的摩擦你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到了现在的时候 我们其实还是 很多人还是天生逆骨 是吧 还是下面有很多的人 是不管你怎么揉捏我 我就是一个刺 是吧 这一切都是糟糕项目的一个借口 他已经验证了三次的一个人脸 但是仍然不会去给他通过 所以说 这来就是说 他想要去告诉项目方 你这个东西是糟糕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的一个派先锋当中 这些刺头是特别多 项目方想 这些刺头给揉摸下去 把你们能够给打拼 但不好意思 你越打下面越激烈 下面看见了接口 是吧 今年无法组网骗子 是吧 下面看到是什么 关于延长的 这些是一个不好的 还有就是说 等待被你消灭吗 还有人家就说 这KYC已经等了很长的时间了 已经超过一年了 还有给出了一些附图 还有人家讲说 你迟迟没有让我们去如愿 还有说 你所说的今年开放的主要呢 这些东西在哪里呢 还有人打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问号 你到底是在干什么呀 是吧 还有人在讲说 这就是一个骗局 看嘛 是吧 还有人讲说 我们一直在等待你 但是你为什么不给我们通过 还有人表示说 这一切都结束了 还有人表示说 诈骗家战 还有人讲说 当我可以交易这个时候 是什么时候 那么还有人说 推出的价格是多少 还有人给出了截图 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说 当项目方越去揉捏 社区里面的时候 那社区里面反而 这个刺头越多 这为什么 就是这个 是不是项目方 这个尼古拉斯博士 范城廖博士 他们玩谁 社会心理学 是不是玩砸了 还是说这里面 到底是说 我们社区里面 太贪婪了 反复的揉捏的时候 为什么不把你们揉捏下去 你们为什么不跪下 你们为什么不磕头 是吧 那当然今天这个是好话题 今天这个是一个 好的事情 就是说 他是从延长的角度来讲 是一个好事情 就是说让社区里面的人 让更多用户 能够参与进来 因为如果说 你把时间弄得太过紧迫之后 确实有的人 他就是忘记了就忘记了 有的人没有进来 就没有进来 所以项目方 在一步一步的收紧 然后在一步一步的放宽松 他收紧是什么 收紧 收紧就是说 他的权力在逐步的加强 他说怎么就怎么 然后他所说的话 在逐步的变化 就是他给你的一个路线图 他告诉你这样做 但他不一定这样做 那所有的一切解释权在项目方那里 让前期的人 通过各种折磨之后 然后又来给你一个大赦 让我们社区里面 人来觉得感恩戴德 那当然你说 下面这里面看起来 全都是刺头 全都是在说项目方的 种种不是 但是你说这里面有没有 那些对于项目方 称诚的 或者说对于项目方 感恩戴德 其实也大量的存在 有的人认为 这个项目方不能有一点批评的 而这项目方所做的一些事情 都是正确的 那今天为什么这件事情是好的 为什么我还是认为 项目方这样做 是有失他的一个风格呢 我所认为的就是说 当你在面临着大量的人群 在跟你跟随的时候 你给出的一个具体信息 一定要明确 并且按照你明确的目标去前行 这才是准确的 而并不是说 你今天给出大家一个东西 让大家开心开心 明天又给大家一半 是吧 把大家打下去 打完之后 下次又给一个谈 你给出了一个路线 你就按照你的路线走就行了 没有大的事情 你没有不要去改来改去 你应该做的是 将你的进度透明出来给到大家 而并不是说 你今天放一个东西出来 烟雾弹出来 明天放一个烟雾弹出来 那这样的话 社区怎么能够去相信你 是吧 以前说的是 第一轮就要淘汰大家 是吧 9月30日就要淘汰大家 大家是有多急了 现在又来过说 11月31日 才能去淘汰大家 那未来的时候 你又讲说 2020年的12月31日 那这是最后一轮 那你开放日期 是什么时候呢 你能不能告诉大家 我怕的是你到时候说的是2024年的 因为第一轮的啊 kyc啊 进行给你们顺延了两个月 那我们开放是主要 我们再顺延两个月 到2025年的2月份再说 那到了2025年的2月份的时候 你说哎 2025年 我们再顺延一下 我们顺延到2026年 是吧 我们怕的是这个 并不是说你这件事情做了之后不好 而是说你做的这件事情做的好 但是不要说是一而再 再而散的去拖延下去 让我们的社群一直看不到希望 看到的是你反复的揉捏我们 将我们这件衣服洗的白白净净的 那好 这样就关于今天要去跟他分享这个话题 那今天这个话题啊 不要被我的情绪影响啊 这件事情其实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讲 对社区是有利的 但是从项目方的这个出发点来讲的话 作为一个项目方去带领人的角度 而且看的话 他就反复的变的话是不好的 所以说这里面一正一反 有好处 也有坏处 那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如果说你有其他不同观点和意见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那好 今天就这样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